我叫阿潘 然后我画画 然后现在我刚刚搬到波罗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然后也生活在这里 这次的机场的项目 因为是希望能够让中国的观众 更多的了解芬兰的分土人情 所以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 用书法的方式结合芬兰的风景 人文的一些东西 然后做成一系列的海报 画很多我碰到的人 或者是我原来就是整条张的人 我把他们的脸都画下来 然后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元素 来拼成一张大的作品 所以我们现在想在机场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请我的中国朋友来芬兰 我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走进自然 然后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芬兰的旅游 是对他们是最大的一个帮助 然后这边我觉得他们芬兰人很懂得 去平衡这个自然和人造的社会 之间的这样一个 找到这样一个平衡 因为相比上海就是要小的很多 但是也没有那么多的排队 然后你进到厕所里面去 你会听到这个鸟叫的声音 然后因为我也很多朋友也是 都是飞到赫耳心机 然后转机 所以特别方便 然后我自己发现就是说 我从上海的飞过来 好像没有时差的感觉 刚才谈的就是 我觉得他们相似的地方 因为我这里有很多朋友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特别的真诚 我觉得中国人上也是很真诚 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 在这里好像就是没有那种 在一个另外的国家的感觉 就特别的坦诚 感谢观看